大家好,歡迎來到港京佬這個Channel 成立這個Channel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經和馬經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幫到手,或者喜歡賽馬,喜歡看球的朋友 記得按Subscribe我們這個Channel,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 謝謝大家 大家好,又來到真飛過關的時間 今次的賽事是7月1號,回歸,跑星期六 但很密羅緊固,過兩日3號又再跑多次 不過是沙田夜馬,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其實都比較少些,8場的沙田夜馬 不過現在沒有所謂,跑黃昏都跑到好像夜馬 趕快4點開跑 用的賽道就是B跑道 B跑道其實就不是那麼厲害 不過近期的賽事形勢 賽前都沒有什麼怎麼度得到 可能會下雨,甚至乎 其實真的要看前面場次跑什麼才能猜得到 所以大致上,今次的賽事就沒有什麼太大特別 它叫做有場玫瑰杯,有場月港杯,兩場的杯仔賽事 我兩場都有選到給大家,今次在真飛過關 講回星期三先,打算全部跟何良做朋友 怎知道何良在前面就拿一隻發了功了 拿一隻揚威四方 後面那些翔翅,它不是跑得差的 那些馬,都在附近名翅回來,但就是沒有 其他那些馬其實都不行的 雲彩其實我就預料會有的 但是很可惜場法為一勁無敵上不來 反而落足了,我就相對失望一點 紅可鏡在裡面塞了,我見到又塞了 那些弓頂有心有形那些那場就算了 因為有些場次你見到其實跑起來都奇奇怪怪 你猜它跑得會追的時候呢 它就在前面那扎馬回來 當在外跌,打算外跌那扎馬好呢 它前面放頭那些又能回到 所以變相其實都比較混亂一點點 我覺得那天,星期三 還有你見下了雨又有些影響 所以變相那天星期三那三場我都算了 沒辦法,真的相對上近期來說比較差一點 不要說中一關半關連 基本上中一隻半隻都沒有 所以變相我就,星期三那天我就 不是那麼想,沒什麼心機 那天跑完頭 我只見完頭關跑回來的結果 就已經知道今天都沒什麼機會 那不要緊了,今次星期六 那又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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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禮,再次 那一樣都是3,400位置Q 那今次選擇的場次就是 第三場,第四場和第五場的 那首先頭關第三場先 那,跑這個四班的千艷米 因為今次四班千艷米它拆,都拆得幾多 那四班千艷米它拆了兩組 那變相呢,第二場和第三場都是四班千艷 那我選了第三場,要趕杯這場 那我就,反而我對那些熱門都放棄了 我要了些比較冷些的 六號文明之光 你知道我得熱門有的 七號你知道我得 還有九號六家福 為什麼我不要水晶酒杯 其實我覺得它上場 回到來呢 那是因為 那隻馬本身自己不成熟 導致 因為其實可以很老實講 如果又看回上場整場的賽事的話 你會發現到那隻馬 雖然說前面好像被那隻馬切到 導致影響 其實在它還沒切到之前 那隻馬是搶口的 好老實講 蔡漢的馬很少看到這個情況 是極少 所以變成其實上場馬 除了歸咎於前面 那隻陸續光芒 好像有些影響之外 其實我覺得本身自己這隻馬 上場可能真的太行 導致它搶口 然後馬就跑了出去 因為想一下 其實要判斷 要判斷 球歐 不是那麼容易的 所以變成我覺得上場 它是輸自己的 但是這次還要排十一檔 變成我覺得這個難度 雖然的而且它試襲自己 看空放頭好地的 但是 好老實講 幕後 尤其是蔡漢 根本就不是想它這樣跑 變相 所以你說試襲 它要這樣做得到 當然它這次抽完一檔 它很有機會 可能真的會用回試襲的方法 一出襲夠快 就等在前面放 都不出奇 但是 始終有個隱憂在這裏 而且它不是給賠率你搏 雖然有五個一 都算是比較好些的賠率 但是我覺得這次我選擇放低了 我不是說它質素不好 能力不好 而我覺得它僵口那裏 而且你見試襲也是 它前面還是很大汗 隻馬都還是處於比較急 還可以再放鬆點 所以我就沒有要到 《文明之光》初出的 第一鋪跑 季尾丁冠豪其實都做好些東西的了 那些功夫啊 試襲那些其實都走勢幾好 而且它是下季新年馬車廖康明買入的 16萬周稅價 然後在那邊穿過 試了貨700多米閘 贏了 才再過來香港 即是它在外地是有 正式的試襲紀錄 record 看得到 所以《文明之光》 外地其實都做了不少東西 才過來香港 還有季尾 雖然這個馬房本身的初出馬 或者側身馬 都沒有那麼快的交流 但是這隻馬在神速 角落體內做得幾好 幾不錯 17倍剩得薄 那你也知道我可以了 無論是檔位 或者是上次 如果大家有留意開我們的節目 都知道上次初出我都已經薄它了 所以第三 其實我覺得它跑得不錯 那你輸給營造造裝 喜盡風彩 之後兩隻馬 你右眼看到是 保持著還在上名 跑得好 所以變相其實它一種不差 那葉本輝剛剛星期三 就叫做成功起了個馬 贏回馬了 即是連贏了一兩隻 那它去到季尾其實都 那馬的分都差不多了 所以變相 就會開始用一些質身馬出來跑 那我覺得這隻 你知我得 我都覺得今場幾頭 另外洛家福其實這隻馬 就沒有太大問題的 但是上次 它走位就真的差一點了 可能因為檔位影響的關係 它獨注流得比較厚一點 所以變相又跑得差一點 但是其實沙田千二 是贏過 它不是自己谷草得的 其實沙田千二 它都一樣可以跑得到 而且今次的七檔 希望不像上次的流到這麼厚 不過沒辦法 這十二檔 如果你不流那麼厚 你被迫著走 三碟都是浪費 所以變相我覺得日落家福 今場來說有個七檔 回到沙田游 既然現在這一刻有二十多倍 明天不知道又沒有 但是我覺得幾划算的 9號落家福 那我都要 另外另外有什麼熱門 其實這一組馬 很多我覺得有質素 或者我喜歡的馬 都排在大外檔 零利飆區 水晶酒杯 這些也是 甚至我覺得雷劍威 一隻未來一丁 都未必說真的那麼差的馬 所以這些馬都大排在大外檔 都很難搞 另外有一隻九優復出的多多歡笑 又是一隻很久沒跑過的馬 其實都排名區都好 都排名區都好 都排名區都是一隻值得選的馬 三檔 沙田千二好賽職 上次都是一樣的 檔位問題留得比較厚 反而他前一次排十一檔 不用留那麼好 最多是輸一條頸 所以變相今次抽過三檔 近期和文家良都叫做不錯 如果對回前些走的話 都排名區隨時都有機會 因為真的始終兩隻七身馬 的而且的跑好少給你看 那你知我得叫做走勢上 好像比較 上次的第三好像都叫做比較熟少少 水晶酒杯排的外檔 的確是有影響 所以變相這兩隻二檔 是不是很穩陣 其實不是說十分之穩陣 變相大家可以找多些十多倍以上的馬 可以選下來搏 因為始終你知我得 和水晶酒杯兩隻都揹起了些肥 變相其他馬上就有些賠率可以搏 紅旺上次跑得翻第三個都很好 不過這個馬房對於我來說 就合作不了 真的少合作 少交修我和這個馬房 所以變相如果大家適合的 紅旺也是可以選的馬 因為他都是會主動型的跑法的馬 你找到何銘連下去 你都沒有什麼跑法的 趁他出閘快走到前面 所以如果要的話 紅旺也是一隻可以要的馬 那我今場就是要 6號文明之光 7號你知我得 和9號駱家福的 今天來到第二關 第四場 跑這個二班的2000米 我要了2號勇猛神區 4號標支 5支 和7號龍船狀元 我都包勻了不同跑法的馬 首先放頭龍船狀元 我相信他應該不會再不放頭了吧 其實這隻馬 我一直告訴你 就是自己在前面 大靠大步走是最好表現的 那你放得中有禮上去 那我相信你應該都是想放頭走的 2千米不會不到的 那我希望他可以自己 一隻馬 因為保羅承泉應該都會和他走的了 那就算你說保羅承泉要走的話 那你又拍著他走 要不你就 直接走前面過去 因為保羅承泉一定不到2千的 我覺得 是的 至少你保羅承泉應該 因為他在香港跑到最盡 都是上到1,800而已 甚至沙田田草都是1,600米而已 所以變相我會覺得 保羅承泉應該不到2千的 甚至可能陳余一檔 可能手你放頭馬後面 那我覺得龍船狀元應該是要走去放 那我不知道到時賽道的形勢是怎樣 場地形勢是怎樣 你放還是你追 那我覺得龍船狀元我會選擇 那另外勇猛神區也是 其實我覺得前一場的 跑馬地千佩那場拍得不錯 但是轉回真的虧太多 那第二其實我覺得幾好走勢 但是上次回來 要拍些變化地 他追那個第六 即是他沒有追 其實那個第六 維持在那個位置都沒有太特別 因為你見那場其實 邵哥而保羅承泉 自勝者強是3隻都在前面走的馬 龍船狀元那場就是4 那如果他放頭 我覺得龍船狀元那場 其實可以賽跑好一點的 所以勇猛神區 今次換報名抽三檔我也會要 那另外就是潘頓和報名 互換助旗 因為潘頓其實勇猛神區其實都 挺好的 那盤頓跑去騎 只是知足常樂 知足常樂不是不好的 但我怕他用得多 的確4歲後三馬還有進步之餘 他最近跑的吸制賽都不錯 但輸給直線力三開場 之後回來的第五 之後那場谷草第五 那場是失望的 我沒有想過他會跑第五 變相我覺得那場可以再跑好一點 暫時覺得這馬差不多了 可能還有一場兩場贏馬 神馬虎可以再上少少分 但現在四歲不輸 那麼快逼他 下年五歲的再慢慢部署 反而標之五之這馬就厲害了 上一場他是虧分的 嚴格計他第三名是虧分的 他用多少分跟你跑啊 標之五之 本身的評分都已經不是特別高 你每一隻都過百分 然後他要跟你們握平方跑 這樣追個第三 我覺得上場是真的厲害的 第三 排2400那場 即是你說前面究竟是 浪漫勇士放快左右 什麼都好啦 你都要本身自己 交到水準才做得到 所以我覺得上場標之五之 是跑得幾好的 那麼當然啦 這個十二檔要 逼著他流泡 Drop著來跟他追一段 這個是考驗 看看前面 弄選莊園 會帶鬆幾多 因為當年程都是類似這跑法 那麼當然啦 如果賽道形勢是偏你前置 那蒙船醬自己走就行 你後面兩隻追不到就沒有所謂 都是同馬房而已 另外還有沒有其他馬可以說 其實時事有餘 計算級數就應該吃光你們的 照計算級數 他跟那些什麼馬在跑 他跑得幾分 但是上場二班都告訴你 其實這馬能力真的退得幾多 好老實講 他雖然說上場是要握住個比較 124磅 因為用王哲雲減入 其實就是握重磅 另外王哲雲減完10磅 可能王哲雲耍不動隻馬 但照計算是上場二班應該要有表現 但是我之前拍了一些群組 所以我覺得時事有餘 暫時來說我對的失望 另外 烈鋒如果下雨的話 這些就要買 這些真的告訴你 下雨跟不下雨 現在來說是有幾大不同的分別 所以烈鋒就自己想想 到時看看天氣狀況 百姓名區那隻馬就好fit 換了人 但不要緊 通明徽上次都贏了 換了他 但是他這次要過來沙田 但沙田他之前是 兩季前他初出那季 他跑過的 他初出在沙田上起步 但當時就沒有什麼表現交過 因為那季其實馬的未來很行 所以變相今次上來金 波班回到沙田 還要跑到上來2000 這一個是考驗來的 即是轉場加增程 有兩個考驗在這裏 另外程王又是 他又升班增程 他又再加14檔 邊相他有三個難度 升班增程加外檔 以前經常聽錯 好像質身馬最多的 這三個配給他 升班增程加外檔 但的確你見程王上次跑16米流到禁後 除了一個檔位之外 你見這隻馬尾入直路跟你追 沖程開始嚴短 的確因為如果這隻馬今季要再跑的話 即是他上次仍然要再跑的話 的確他只有這場可以讓他跑 因為我相信這隻馬縮下去14米是難搞的 所以變相2000米 真情試一下都對的 還有一隻冷碗的自然力量 你都不要小看他 都有機會爆的 這些馬之前跟你在Groof3都能夠上得到名 雖然他有個很輕榜的優勢 上次跑平板真的不行 但這次其實他上來都是119磅 對著你這班馬都是什麼輕榜跑的話 其實你都不要說他真的跑不到 另外銅洲貢仔轉了馬房 跑了三次我覺得普通些 叫做泥地那場叫跑得好些 但另外兩場草地 無論谷草還是沙田 我覺得一般的 我想暫時銅洲貢仔 我都會先觀望著 去了黎超星 黎超星都有一隻 還有一隻 敏捷神區 這隻我相信應該是幾好質素 幾厲害的馬 拆斑 然後在沙田千八 跑第三場就贏得 應該是我覺得還有分 還有得再上的 但最近兩場是跑得一般的 今次再給他增情 看看會跑成怎樣 其實這場馬真的有得想想 都幾亂局 唯一你可以說的就是可以搏一下枝竹上來 因為這隻鹽本真的不是十分穩陣 除了因為潘頓站了下去之外 馬上不是沒有質素 只不過以他近期表現我覺得 好像暫時停在這個位置 狀態上已經由最高峰滑落了少少少 因為他之前都拼得幾多 所以覺得這隻 之中常立成為大魚鞋 是有得跟他對賭試一下的 今場就是要了2號 勇猛神區 4號標子5G 和7號龍船狀遠 來到最後一關了 第五場 跑這個四班直 拿了1000米 那我要了善財童子有 那要了什麼呢 就是要了5號添開心 6號善財童子 和受罪大千揚鳴的 那添開心 其實這隻馬還是很長的 你看他的平衡都沒有得很好 但是就是因為這樣長 在這個馬房 第二鋒都已經跑得好 其實第一鋒都跑得不差 第二鋒都已經追上來 上場我覺得除了變化有些影響之外 還有因為當位 他迫住 縮了比較厚一點的位置 我覺得是有影響的 那這次排了11檔 可能不用再排這麼厚的位置 那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上來擁有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覺得 這一場馬很多 比較偏低賠率的馬不抵 就是精英至尊這些馬 這些馬房更不穩定 你和我說低於10號 我真的選不到下手的 另外還有那些必先生也是 就是說轉了馬房就好 你突然縮下去跑1000 我就想不明白了 的確你谷草都跑了1000 但是三年掉了1000 我不是這麼看好之餘 為什麼會是10倍不到呢 龍騰非常是 我知道你諾斌 敏潘頓 心意很明顯 但是我不會要 是啊 這個馬房的馬 現在我覺得諾斌敏潘頓 都不是我想像中那麼穩陣的組合 所以我都不會要 這些農務 我覺得都可以倒 反過來 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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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直6000不是跑前0是跑後追 暫時來講應該跑1000啦 應該是跑1200的 所以變相我覺得善才同志抽一檔都不是十分之大影響 而且卻很年輕的 3歲我覺得真的還有進步 報民上次跑其實我都跑得很好 沒辦法啦 威妙星這樣走出來 所以變相差點追不到 但他本身的第二我覺得算是跑得不錯 另外就是大仙陽明 這隻馬又是第一局回到第五 不是算很好 但也不是很差 但最近那貨集就真是令人眼前一亮 你看他試過那貨的泥地1050位集 其實入到直路 大英才是一直都撐住他的 即是他在前面 原來大英才過了他之後 他是回頭過了大英才 我覺得這一下就 證明到這隻馬都幾好鬥心幾好刻的 而且看到下去的用腳呀 出腳呀各的東西呢 都有力 我覺得大仙陽明是做得幾好的 又是側身啦 而且又有 的而且確他不是說冷門 他現在這一刻都7.7 明天不知道有沒有啦 但是我覺得幾划買的這隻馬 因為其他馬我覺得很一般的 首先黎超星那隻 發如龍我覺得就很一般的啦 你說如果要搏冷門的可能會突威咯 上次跑1200好像要追得不錯 看看1000 這一組的馬夠不夠快 在前面被他追到啦 其實另外還有葉昌寧 還有一隻閃電電馬的 那隻近期都跑得不錯 而且排外檔 這隻馬真的叫做幾好的 反而這隻用10磅仔選不行 賀明蓮就真的騎得幾好 這次又換回賀明蓮 看看大家會不會對又可以選擇啦 因為現在都其實有20倍的都幾划玩的 這隻閃電電馬 那另外王志雲騎交運法 這些我就不看的 王志雲都 我近期都不會跟他有什麼交修的了 這位騎士我暫時都觀望一下 另外就是還有一隻海豚星 雖然徐宇石 看來都應該 互給不成功 是啦 很大機會互給不成功啦 但是其實他都沒有放棄的 他都密密 做好功夫拿些馬 對的就出來跑啦 所以變相這隻海豚星 加上他之前又贏 又跑第三 其實都不是跑得差的 所以我覺得這隻海豚星 你都不要說太過 丟下他有賠率的就拖啦 這些馬房都沒有什麼包袱的啦 找了他禮下去 只有一招就在前面走啦 走到幾快是幾快啦 其實我覺得 沙田律路1000和菊草1000 分別不大 都是在前面走到幾多是幾多啦 所以變相今場我就 試一下熱門啦 要了隻 5號天開心 老善財童子 和受惑大仙揚明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條片的內容的話 可以按一按訂閱這個鈴鐺 然後可以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的收到我們的資訊啦 如果你有什麼想跟我們交流的話 儘管在下面留言 我們見到就會立即回覆你啦 多謝大家 好看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